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昨天在铜锣湾的总统戏院 终于谷中人散 指定的动作 有很多香港人去 最后捧场 拍照 留念 还有保持最后的戏票 最后的四套电影 有张家辉那套垃圾都不垃圾的 超义神探 还有The Four Guy Ryan Gosling 以及Emily Blunt 的特技狂人 香港演劇 还有哥斯拉 还有《八日之下》 最后总统戏院上映的 四套电影 留不住的就是留不住的 香港仍然有很多 值得大家回忆的东西 好的香港 可能仍然都是在每个人的 香港人的心中 跟现实的 来认识一个很大的对比 前几天也拍过影片 讲过香港铜锣湾的戏院 看到大家做了很多补充 多谢你们 比如说 讲漏了一间就是很重要的 其实都讲漏了几间的 还有国华戏院 在天洛里 湾仔 还有一间在同学湾的 李母台 怎么可以 漏了李母台 师叔竟然漏了李母台 李母台 真的不止是戏院 这么简单 还有很多 在七十年代 尾 八十年代初 开始 香港的经济起飞 另一种娱乐就是 演唱会 那时候没有红磡 所以 在早年的演唱会 其实 场地不多 如果你说那些主流的歌声的演唱会 香港岛里面有李母台 还有九龙 如果我比较记得的 就会有浸会大学里面的大专会堂 都会举办很多演唱会 李母台是很grand的 我记得 我小时候 跟着车边 跟着妈妈去看演唱会 看过 最印象深刻的是 罗文的演唱会 我都不 一定应该是七零年代尾 应该未必是八十年代 这些又要靠大家做个补充 小李飞刀那期的罗文 真的很鼎盛 坐得满了 还有哪个演唱会 还有看过 邓丽君 好记得 那一期 有新歌 现在还记得 在那时的新歌 那首歌名 不记得 只懂得第一句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那就是这首歌 我都不记得什么歌名 很记得那一期 去看邓丽君的演唱会 这是在李母台的回忆 又是很棒的一间电影院 有些朋友就说 不如说多一些集体回忆 那你怎么唱 看看有什么集体回忆 要师叔都要有 最近都找到一个集体回忆 但这个集体回忆 是不是个个人都有呢 挺性格向的 OK 男的可能 男士可能 就多一些集体回忆 女士就 不是没有的 女士的集体回忆 就是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和老公 有没有去这些地方 就是 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 紫序金迷的 那种集体回忆 那为什么会说这个呢 因为最近 都酝酿了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 大富豪是否重现呢 那就好像已成事实 宣布了大富豪 在今年的十月 就会 重现香港 当年就有句 最厉害的口号 就是大富豪 与你攜手 大家一起见证一个 很璀璨的 香港 其实到最后 完成了历史责任 在2012年左右 香港下滑 大富豪也倒闭 一大众的 日式夜总会 亦都一间一间一间 其实在前后 在2000年 前后 就 开始 结业 这次 这个也是很过瘾 大富豪又 又回来 究竟 幕后老板 是哪些人 其实现在都很神秘 但是看上去 应该是 大陆资金 最近看过一张 算不算是 网上流传 有一张 算不算是大富豪的众筹 就是 一个投资的方案 欢迎 不同的人有兴趣 都可以加入 做大富豪的老板 我首先看到 有几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 大富豪 以前叫夜总会 现在新的 如果那张网上流传 就 用那个Logo 都好像 接近以前那个Logo 英文都叫做 Big Boss 以前 应该也是叫做 Big Boss 以前还有一个 酒的广告 叫做 Hey Big Spender Big Spender 都是 中文大概 都是大富豪 但是我记得大富豪 都是叫做 Big Boss 有个Logo 跟着还有名字 名字有些改变 叫做大富豪夜总 会 这个就是 会集的会 改变了 听说 下面 我想大家 就是 比较 如果我自己有兴趣 看到的就是 再回来 其实是 是一个非常 有挑战性的project 因为第一 在 新文化中心 下面的地庫 那里的地方 非常之庞大 自从大富豪倒闭之后 那里就转过做很多 商场 或者 卖 什么名牌 大集会 做一些 Duty free 那些 那些 什么都有做过 但就 没什么成功的个案 大富豪之后 因为 场上实在太大 5万多尺 不是开玩笑 所以一直有丢空 再回来 其实这次 是一个大project 大富豪 看看众筹的details 都挺过人的 预算这个project 大概是2亿的投资 那么 搞手 搞手 就是 预计会有一半的股份 50%的股份 扔出来 给大家 入股 入股 其实 分开 三个 第一个 如果是1500万投资 就可以 给一个 董事 坐入 board 如果是500万的投资 就可以委派 一个联席 Associate Director 坐入 还有100万的投资 都可以 细小地玩 就可以委派 一名助理董事 Assistant Director 进入 有三个 1500 500 和100 还有什么特别 特别就是 投资 如果是 1500 100万的 还可以送 新办香港居民身份证 优惠 你可以 做移民投资 都可以 这个是否有政府推动 真的很奇怪 还有 看到 第九项 写着 第九项 写着 公司盈利的预测 预计是 2024年开业 2024年开业 10月开业 10月 2024年 第1年 可以有 75万的 profit OK 到了 2025年 整年 整年 可以有 盈利 403万 赶紧 2025年 就会有 120 多万 的 不 sorry 1200 是不是1200 看看 10 1200 几万 的盈利 profit 如果你 说盈利 就 我想 有没有 吸引力 呢 有两样 第一就是 是否真的 做得到 这个是疑问 一会儿可以分析 就算当你真的做得到 其实就 用回投资向 其实我觉得 吸引力就未必大 还有如果他做出来的 profit 其实就 可能 在哪些年的大富豪 可能 找得更多 比现在的 预计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还有 能不能做得到 这个问题 如果你 现在 据说 都在装修着 装修着 那里真的是大工程 那里装修 我想 只是说装修 可能都要 一定要 我想都差不多 五千万以上的装修 以现在的成本 这个真是一个 很大的 投资来的 所以 再继续 日日的 灯油火纳 再加上 最关键的 一件事就是 究竟现在 香港 还容不容得 一间 那么高 消费的 夜总 会 不管是夜总会 还是夜总会 在这里 在香港 还能不能有 这样的东西 生存到呢 今天香港的高消费 已经差不多 全部都绝职了 游客 大家都不用说了 今天香港 在做的 旅游业 全部都是 使不起钱的人 那是不是一间 大富豪 可以 吸引 所有高消费 回来呢 这个 真的很值得研究 因为那些年 整个 夜总会群 一个 香港可能主要是 分开在九龙的 尖东 以及在香港的 湾仔 湾仔 大概 在铜锣湾 左近 这些夜总会群 其实是当年 针对什么客人 针对的 说明都叫做 日式夜总会 那时候 其实那时候 还有很多 日本客人 还有就是 日本客人 可能 为主要 还有 还有 欧美 这些客人都不只是 非一般旅客 那么简单 还有很多是商务的 客人 很多人来做生意 然后 大富豪 中国城 这些全部都是 很多是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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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景点 很多旅客来到香港 一定会去 的一些地方 所以 今天 可不可以做得回这些客人 据说 现在装修着的大富豪 就会 弄很多很多的房 弄回 其实都是以卡拉OK为主 其实里面还有些什么 大家又 不太懂得到 因为 很神秘 但是那里 五万多尺 弄很多的卡拉OK房 的时候 听说会弄很多房 这些包装的房 弄完 跟加州红的有什么分别 大富豪以前有的东西 大富豪中学城都有 最出名的两间 置底限度有一个很大的武池 其实是 其实是 让你找回那种上海风格 好像白鲁门那些 有一个很大的武池 就是被人跳舞 还有就是日式 什么叫日式呢 那时候的日式 其实是跟银座 的夜总会 是差不多 还有就是整个 管理模式 就是公关小姐分开 一组一组 有妈妈 这些就是那些年 就是那个模式 这些今天做不做得到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疑问 譬如说 今天香港是那个 那个道德论塔利班的世界 是不是 还有今天是一个 互联网 智琳电话的年代 大佬 你说下夜总会 今天还能够 这个真是 很奇怪 我记得 我 我也有见证 这些事情 我也有很多集体回忆 不要那么偽善 如果有香港男人 我这些年纪 你说没有下过的 那就 查查他 OK 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是下过都说没有下过的 那这些 以前 我们 去到最后都有智能电话 去到2000年打网 我记得下去的时候 大家 很多人 很多人 都会 认识 关闭了 这些电话 但是今天 真的不能够 喝大几杯 自拍的自拍 今天是丑闻 今天 还有很多人是有名有姓的 这些事情 都会令人有点侄外 到底今天是否会有效 还有 杜德林塔利班 不止电话 你会受到公审 还有政府 又怎样看这些事情 一方面 这些事情 你走出来说 当然是推动到 香港旅游业 但是你做下去的时候 将来有些事情涉黄 很多人都会踩戒的时候 那又是否要执法呢 如果你一天到复 又走下去 查牌 那你怎麽办呢 我说真的 一个月的营业额 大概没有 800至1000万一个月 你都搞不定 全年的营业额 如果要做到 刚才他说的盈利 400多万 千多万 至少一年要做 差不多1亿的生意 喂大哥你都说笑 现在怎麽做1亿的生意 香港做的生意 全部都是逗便宜的 如果你要说 你整天都说我要走高端 要高端 如果你只唱卡拉OK 那不用去你那里唱 那你一定又要做 以前的模式 但以前的模式 其实在 90年代 大概在97年之后 已经被澳门 先接受澳门的挑战 然后再到大陆 大陆的模式 大陆的模式 就直接击击了香港 夜总会的消费 2000年 去到大概10年代 陆续 中国城 还有 还有 中国城 大富豪 还有 还有 还有一家比 大富豪 中国城 低调过两家 就是 在旁边的 富都 还有 最后一家应该在尖东 就是 新花都 还有 还有一些在哪里 还有 还有一些想不起 东方皇宫 什么东方皇宫 总之在尖东那些 还有 湾仔这边 有杜鲁智道的 由杜鲁智母厅 后来变杜鲁智 再变新杜鲁智的 夜总会 还有 今天世界 这些 还有 在湾仔洛克道 比较在中 中型以上的 还有名人夜总会 这些很多很多间 这些路路续续续 都是面对着 敌不过 中大陆的模式 香港的日式的夜总会 后来变成了 东莞的 管式的夜总会 很多 女士们 会好奇问 有什么分别 分别是 但是 日式的后来 搬到东莞之后 第一 消费 便宜很多 很多 便宜得很紧要 但是价位 全部是不同的 是大概的概念 不要太details 在香港 大富豪中国城 消费 那些年 九十年代 大概 你可以 几匹消费 平均 一个人 可能是几千元 最低消费 二三千元 已经没什么 看的 二三千元 那些年 真的很多 其实那时候 怎样消费 很多年轻一点 几万元 一晚 是的 因为有很多公司 企业 香港 非常好境 很多生意 各行各业 有很多生意 你有很多 客户 来到 你当然要招呼他 招呼他来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公司 数 甚至有很多户口 在大富豪 有很多公司户口 越劫 大佬 我以前做的公司 一个月 花了几十万 很夸张 花了五、六十万 每晚消费 三、五万 差不多 差不多到十万 看看有多少人 但是 以这样的 然后回到东莞 OK 你差不多有同样的 Service OK 那你已经是有 但是价位 就回到几千 一万几千 所以 价位是第一样 吸引 第二 就是什么呢 管式 东莞式 其实 和 工厂 世界工厂 是很有关 首先 因为东莞有很多工厂 很多工厂的时候 也会吸引到 很多 商务客 甚至 那些年代 2000年打后 就很多 鬼佬客 日本客 经常 以做生意为名 直接就去了东莞 那也是 建设一下 管式的夜总会 管式的夜总会 就很符合到 中国的国情 因为 就是 很奴隶式的 也都是 稍稍把 香港那套 日式 搬了上去 比如说 有 妈咪 有一组组的 女女 但是 譬如 妈咪 一带 那些女女 一字排开 你看电影 都看过 一字排开 被人选择 香港那时候 没得选择 香港 就要靠 妈咪 然后 还有什么 不同 还有 那种很奴隶式 即是 它那个Protocol 其实很跟着工厂的 很跟着工厂的概念 就是所有东西有个流程 流程是 所有的公关小姐要跟着的 例如 比如说 看到客人要跪在这里 客人去厕所 要在门口等 这样 很多这些窩心的东西 这些就是所谓的管息 即是有一套Protocol 让他跟着工厂的 那 那 2000年 其实已经被击败了 你现在 今天再回来 再有 这个 开一间大富豪 大富豪在这里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即是放下来 今天的 景况 因为今天已经不见了 就是 很多 外国的客人 23条之后 你真的这么厉害 大富豪的吸力 真的这么厉害 可以吸回这些人 如果你说 没有了这些商务客的时候 即是你走高消费 你可以高到 刚才都说过 如果 一年做一亿 即是一个月 大概800至1000万 那你再拆回每一天 大概 20多30万生意 这个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那么 这个 我觉得 很存疑 所以有些东西 只能够 也是那句 回来 只能够 此情此代 成追忆 究竟 是不是真的可以 复活的呢 这个真的很难 以前 当然 很grand的 里面真的很棒 很多 很多 值得 男士们怀念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 女士们眼中的 这些都是含有色情 但是我很想 代回那些男士 做 平反 很多人其实 去大富豪 中国城 这些 不是一定 不是一定是这个 跟黄色的东西 是有关的 因为 有时是那种 英雄地 我们叫英雄地 就是 譬如说 你可以在里面 可以顶得住那个消费 你不要开玩笑 一晚除了抓数之外 还有 帮助提示 真的帮很多 去厕所也要帮助提示 帮助提示 差不多是以 红底算的 以前红底算是100元 有些直接给到 5元 还有就是 见人 派钱 这些 很快感的事 对每个 男人 如果你经历过 你真的觉得很过人 如果你派得起 门口那个摩拉叉 就一直派 就一直派进去 每个人就公公敬敬 跟你说一声 什么山 什么山 你就会觉得 很过激 以前我认识 这个中国城 那个 在厕所 做的 那个伯伯 我很记得跟他宵夜 有一次宵夜 找了他宵夜 挺个人 接着就问他 我问你 月入大概 多少钱 他告诉我 底薪 是很低 很低的 我记得好像 如果没有记错 底薪是 两三千元左右 但是他月入 是三万多 三万多人 他说 粗粗的也 两皮 不会低过两皮 有时候 生意的时候 是三万元 这些钱 怎么赚呢 这些钱 进去真是很多人 真是 磕毒 肥肥 已经给了几个水贴士 所以不能 立乱去 厕所 还有厕所 厕所 很有名 例如中学性大富豪的厕所 也是 你一直在尿兜 在肥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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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肥肥肥 就在肥肥 在心裏 在哪裏 我記得90年代有很多公司 我自己的公司也有 有時我們都會開心地帶女同事一起進去 看看大富豪和中國城有多誇張的場面 晚上有表演等等 還有那種金碧輝煌的裝修 還有那種虛陷 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由一個政府去營造出來的 還有以前是不是很涉亡呢? 當然有,不然會帶動九龍堂吃糖水的年代 所以百業興旺 時鐘酒店應雲而身 還有那些的士老駕駛夜間 不像現在這樣,八點、九點就沒有客人 那些年有夜總會就帶往很多行業 因為有客人會帶公關小姐出街 出街之後就要去吃宵夜 喝大了就未必駕駛到車 還有很多是遊客哪會駕駛的 所以的士又很暢黃 的士就駕駛到九龍堂的酒店 是有迴勇派的 你駕駛到時鐘酒店裡是有得醒來的 因為那裡有很多的時鐘酒店做競爭 還有飲食業、宵夜行業 例如那時尖東也有很大間 如果大家有印象 在哪個商場 我都不記得在哪個商場 在半島中心 因為不太記得哪間 尖東也有漁人碼頭 落到地庫整個艇 你經常會見到很多做小姐 然後就跟客人下去 買鐘、出街 所以八業興旺 那時的夜總會群 很厲害 這些事情甚至數不完 還有的 剛才說的 除了回到杜德、塔利班的憂慮 那些年如果你做公關小姐 雖然不是大事張揚的行業 但是社會沒有什麼看不起 因為當時都是末世紀風情 賺到錢大了 所以都不算是一個很要收藏去做的行業 甚至我們見過很多學歷很高 因為有很多是做遊客生意 所以很多小姐 在香港做公關小姐 特別是第一層 因為很多都是Local 香港人來的 懂得說日文、英文 有很多 我告訴你 最經典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今天去哪裏呢 那些年的民主女神 周晴 不是周庭 還記不記得周晴 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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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 loft 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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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還有一種,因為香港也有很多在中國解放之前的上海來的香港人 所以他們也見證過這些紙醉金迷的生活 所以有那種上海味,那種上海味也會夾襲到這些野種會,很棒 譬如說那些年不是那種,到後期很多人來到這些地方都是速戰速決 今晚下去我們一定要有食物,大家明白 但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其實很多人下去不是為了吃東西的 即是吃女的,不是說吃海鮮 那是為甚麼呢?就是花錢過得過癮,因為錢很容易賺 有那種很大爺的感覺,大富豪就給你一種大富豪的感覺 不過你進去已經有整家Rose Royce 放在門口裡面,很棒 還有派提示,這些都是給你掛大富豪的感覺 還有就是,追求女的感覺,就會在這些東西找到 因為如果你要吃女的話,起碼也要捧十字八字牆 又要買很多Full Escort,很多傳宗出去 表現到你有一個誠意 整個過程是有一種溝女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未必一定跟黃色很有關係 還有就是,我記得我以前我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差不多一段時間 下週大富豪就是夜晚中國城 大富豪有茶舞跳,但是我記得 我不太記得中國城有沒有茶舞跳 但是你說,我是不是很好這件事 不是的,大哥那時候是我的工作需要 因為我也要經常帶客人下去 對呀,很辛苦 然後砍到幾間幾股 這些生活都見證過 當然香港真的不能回頭 後來沒多久就受到澳門的挑戰 澳門也有中國城 然後再到大陸 香港真的跪低,不是開玩笑 因為你的成本沒有辦法降至大陸 其實那時候在夜總會上 後期已經除了居住公關小姐 還有大陸來的 居住公關小姐 你不妨礙我,我不妨礙你 全部都是面對大陸來的挑戰 這些都是那些年 大富豪老闆叫羅卓 其實開業了兩夫妻 也是很精彩的人生 羅卓這次聽說 因為物業是他的 所以 聽說新的大富豪 很有可能是有他的份 真的賺過錢來的 後來也十幾億身家 跟老婆後來搞了離婚 陳建森 兩夫妻都是白手興家 兩夫妻開過 都是很厲害的 老婆簡直是做過小姐 做過突屈的 那些年做突屈的 都是那一隻 都是偏滿的 然後兩夫妻發達之後 供到患難,供不到富貴 然後也離婚 賺家產 什麼都有 所以這些都是 這些都幾值得大家回憶 還有些 尖東還有些什麼 剛剛想過 還有中國皇宮 中國皇宮 東方 東方夜總會 這些都是那些年 大部分都在80年代中開業 最後都是在2010年代 一間一間一間 沒有了 今天沒有了 不僅是夜總會 香港 是整個香港的夜生活 剛才也說過 你問一些老航村 開的士的老航村 都會告訴你 那些年駕駛夜間的的士 你真的 你發覺 越夜越有客人 幾個小時之後 大家就會自然駕駛去大富豪中國城那邊 然後 就會有很多客人 接著去吃宵夜 去九龍堂 吃糖水 很多這些 還有帶旺很多其他行業 還有 如果你說戲院 那邊還有華茂 華茂戲院 華茂戲院 那時候有紫夜場做 因為有一班 就是有夜生活 有些可能放了工 還有很多古惑仔 點幾宗都還有戲看 有紫夜場 還有在香港 銅鑼灣這邊也有 翡翠以前不止有夜場 還有神秘五夜場 好像都是差不多接近一點鐘 有時會接近一點鐘才放 神秘五夜場 其實就是做一些 有幾神秘 就是做一些 未上畫的港產片 很多時候香港的導演 自己的寶寶上畫 神秘五夜場 他自己都會去看 看完之後看觀眾的反應 然後回來再剪輯 再剪輯 再剪輯 所以以前就有這些夜生活 那時候就是真正的夜奔紛 所以很難想像 今天香港 八九點 一人進去那間餐廳 就叫做 Last Order 或者還有 跟著街上沒有人 以前的銅鑼灣 尖沙咀 現在只會說一句 風光不在 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